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再次謝謝國家金字獎給凱疆建設這個肯定 凱疆建設設立於大概921大地震以後 所以凱疆建設對於這個結構的理念非常的重視 那凱疆建設它的日文名字卡將 也是母親的意思 因為母親守候這個家庭 然後等於我們凱疆來守護這間房子 我們是以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我創立凱疆建設的時候 就是一直以我們的整個房子的結構安全 為第一個考量 那蓋移動房子它的成本大概有50%是結構 那50%是裝修的部分 移動房子陪伴30年50年的 這個結構是永遠沒有辦法再去做改變的 所以我們凱疆這十幾年來 這22個案子 我們一律都是採用全區的法式基礎 來保障大家的安全 所以在我們的中庭公社的部分 特別導入了一個魚菜工生的一個設備 那也希望把魚菜工生這個理念 導進去每一個家庭裡面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回到家 可能就是電腦或是電視手機 很少有親子間的互動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魚菜工生 讓小朋友多接觸一些生物 多增加一些跟父母 然後親子間的互動的話題 那我們凱疆航站這一次的整個社區的規劃 因為這個社區有2000坪 在台中市也很少找到一個完整的一個 腹地有管理室的別墅 整個中庭就可以管制起來 那小朋友在放學回家以後 就可以到我們的自己的公社 跟同儕做互動 讓這些小朋友能夠有一個比較舒適安全快樂的童年 這是我們當初把中庭公設加大 然後設計出來的一個想法和理念 海巷航站在設定的客戶來說 我們就是以中科的這些年輕的工程師為主 那因為我們相較於西屯這邊的高樓大廈的總價 和我們的總價 我們是比較有佔優勢的 那未來政府的實證的重點是在雙港 台中港和清泉岡這兩個區塊 那勢必從清泉岡有一條橘色的捷運線 從清泉岡往中科再把它帶到我們火車站 那它的捷運的站剛好在我們公民國小的中正路的路口 不管是這個交通的建設或是現在我們的周圍部分 未來有一個航空城的計畫 那我們海巷航站這次規劃了73戶的一個別墅 那我們的產品種類也很多樣 我們有新加坡市有前院停車有獨門獨院的產品 那在產品的面寬部分有4米2 4米8 4米5還有5米2 5米4 所以我們的產品是很多樣的 我們誠摯的歡迎我們中科的工程師 還有手購的年輕朋友們 一同來體驗我們鎧將航站 歡迎你們 謝謝 好 find out 對 好 都 明天 來 是 王 你 很